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古丽九段的白棋 黑棋下了一个高位的手脚 这个棋在现代围棋当中下的比较少 可以说古棋当中会经常有这样子的影子 兼充了一下是马斯特比较喜欢的一种风格 他之后没有去继续印 他就是兼充了一下 要说这个交换能有什么便宜吗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布局阶段来说我觉得也更多的是一种去向 他实际上是有这个 摆放三间 三间低加 飞完了跳了以后 黑棋是一个仙手 所以他现在呢继续把这个地方跳出 跳完这个之后 白棋呢是把这个分头给分了 这个棋过去的理论跟现在的理论确实是不一样了 过去的时候觉得这种连片是特别大 特别重要的 呃 经常我们经常讲说这种 如果是在一个拿成一道题来打的话 这个 走这步可能应该会得十分 你走别的可能就只有五分 四分甚至更低 这可能是一招眼见百分之百 应该要下的棋才对 但是现在啊就是这个维棋理论在进步 一切呢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所以比如说你走这样的棋呢 对于职业高手来说 这都不是你的空 他一打入呢很轻松 就把你这地方破掉了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先捞后洗 所以慢慢的到现在为止 大家发现即使比如这样局面轮黑下 虽然说现在是轮白 我们假设是轮黑下 黑棋也不连片 黑棋也是去手脚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理论 慢慢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现在更多的是 强调每个子的效率 很多人都担心 比如说我现在连了片了 看起来很大 但当被对方洗出来 这块棋全部被人家洗光的时候 这个子的效率还有没有存不存在 能不能发挥 这是现在我们下棋更多追求的 跟过去不太一样 过去讲究的是 首先是视觉效果 一看哇这个立体控 那这棋效率一定高 可是慢慢下着下着 经过大量的实战演变 大家发现立体控其实也还好 就这个效率呢 不是特别就是容易发挥的 至少在职业棋手当中是不惧怕 这样子的连片 但业余棋手可能不一样啊 可能爱好者朋友们都觉得 我这个空一连 他一进来 有可能就把它吃掉了 这棋就赢了 对 但是在职业当中啊 现在大家就通过我们观看一些布局 就能发现这个理念 布局的理念已经在悄然的变化了 现在黑棋跳 白棋呢就把这个头分了 当然这也是一招很大的大厂 黑棋走这个 黑棋指导器也非常的大 布局的选点 有的时候爱好者会比较 大家可能会比较困惑 到底怎么样选这个点是好点呢 怎么样来定义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只要想 我走这手棋之后 能产生A和B两个点 我B得其一就行了 哪两个点呢 一个是黑棋白棋跳 一个是这个拖 这产生了两个好点 总之就是你走1 我走2 你走A我走B 所以这手棋一定是一部好棋 也就是刚才可能白棋啊 应该在参与这手棋之前 也许就应该先交换一下比较好 就这个 拖这个 拖这个的时候 这个脚步有一些难受 呃 白棋为了争夺先手啊 去抢了一步 搬了一下 这个呃 正招肯定是单力 但是现在他觉得这个 外面有更重要的 涉及到双方厚薄的 谁先动手 也许谁就能够占更大的利益 他就拖鲜了 搬了一下拖鲜 点在这儿 点在这儿之前呢 我也给大家讲过 我们通常以前的一些定义 这些又硬一个 总之怕他冲断嘛 呃 要么就贴一下 这锁手但是 也要交换一下 这是点这个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你亏一下 但是我们观察这个 MASTER的棋 发现他从来都不会下这样的棋 他不怕你冲断他 他就继续在外面走 看起来呢也是稍微好像有点损失控啊 但是 嗯 感觉上我觉得 白棋可能也不一定非要把这个搬起来 这个 有一点像上了这个MASTER的DOWN的感觉啊 中了他的这个阴谋了 拖鲜完之后一冲断 这个时候白棋难受 粘哪边呢这个时候是一个选择 这个选点挺困难的 实战呢是走这个 黑棋呢走这个 呃 怎么讲呢 这棋好像感觉上呢 压这几个是损一些木 把实地损了 但是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涉及到厚薄的东西 有的时候不能单纯的用木术来衡量 有可能我厚你薄 或者我薄你厚就设计到很 他要设计的面很广 他现在这个局面如果黑棋变厚了 白棋变薄了 那你这几个子真的是很孤单的 要付出代价 远比你这个地方收获的木术要多的多 所以 嗯定型这样子的时候 感觉白棋不是太好 但这个时候也白棋可能应该先冲一下 这个棋会不一样 实战他后来就是没冲着 其实是冲他挡的时候再拐 会少一些变化 再一跳 这个时候发现啊 你再冲这个其实冲不到了 首先他可以拖线 其次他就算冰一个 他不挡住你了 这棋如果你怕挡那你可以挡 是吧 这个粘是绝对鲜少 可是当人家病在这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棋就没了 这就是差别 你先冲冲得着 后冲冲不着了 这个地方 不太舒服 这个白的 实战呢 拐这个的时候 黑棋是 打了靠 黑棋呢就粘住了 黑棋这个 把自己走后 是一个很对的思路 他先冲了这个 这也是命令型 冲完之后冲一下 这样子呢 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白棋其实 这个地方他没有眼味了 黑棋的这些 看起来有点 里面和外面交换 把白棋撞挺厚的 可是他起到一个作用 就是把你的根据地给夺了 夺你的根据地 你这块棋 就是一个负担 实战呢 白棋也是这棋 因为黑棋基本上已经活了 我们看你冲我挡住 你都不能吃掉我这个字 吃都吃不进来 这块也基本上活了 那黑棋 白棋如果自己去跑 也显得很乏味 所以实战呢 它是粘住了 嗯 一方面棺子很大 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让黑棋变薄 也许你进攻我的时候 你薄了 那不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 反攻为首的状态吗 啊 反手为攻的状态啊 这个棋现在 黑棋下的这个点 应该说 AI它的这个 空间感就很不错 这个时候的悬点 就怎么样来进攻它 它这个打是决先 那么 这一带啊 把子落在哪 是这个 现在局面下最合适的一招呢 没有一个明确的感觉 但这条棋看起来呢 就还不错 就又兼顾这边了 又把这边也让你的路变窄 挤压你的空间 让你没有眼味 飞 飞 黑棋并不是在吃白棋 这个是一个进攻当中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 有些爱好者下棋的时候就是 只要我在进攻他 我的目的就是要吃他 那你这个棋可能搞错了对象 因为吃棋是比较难的 而什么是比较好的呢 就是 始终对他保持着攻势 然后 就是那种 总之给他压力 但是呢 你其实还没有出手 当你 就总是在威胁他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他会为此付出很多代价 而你在威胁他 其实也并不证明你没有手段啊 只是你最终要出手的时候 一定是一招击毙 把他就直接吃掉了 我看有些爱好者们下棋啊 喜欢 追着人家杀 可是当对方活了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七零八落了 就什么都没有走到 这个你只能说是 纯粹为了杀棋的那个过瘾 但其实 违背了这个下棋真正的 就是正确的思路 其实应该是 我没有在杀你 你任何棋我都可以给你活 但是我要你付出代价 这个是 真正你在攻击时候 应该去想要获得的东西 现在就是这样子 黑棋呢再攻白棋 他让白棋付出什么代价了呢 这外围黑棋已经隐隐约约 全是他的势力范围了 这就够了 至于我吃你那是下一步的事情了 我不会说一上来 我就恨不得把你怎么着 封在里头然后开杀 不是这样的 慢慢来 从这 痛苦啊 如果你沾这个呢 这还涉及到一个火 这还有个段 如果你沾这个呢 首先有冲 不冲 他就算从上边搬你 你也很难受 他也不愿意 不愿意下单关 所以又从这边出来了 但是从这边出来的效果应该说也 不是单关吧 但是也很难受 一阵 这边出头也不顺畅 嗯 白锡脱线了 因为现在是这边有个头 这边有个头 相当于二选一嘛 可以出头 所以他就先抢个大场 黑锡靠 这个也是好棋 根据你的选择是适应手 根据你的选择 决定我的下法 好 你搬这个 OK 你走向中央了 那么我就实地上获得了收获 然后一走 这个黑锡走得很漂亮 现在黑锡在收木树 那白锡肯定也要来了 来 也是逼住黑锡 黑锡这个时候呢 再冲 这每一个节奏好像都恰到好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等一下就看到 进攻黑白锡 这一点非常的犀利 当你这个子 存在一个 就是它并不是完全安定的棋的时候 我可以纠缠你 两块给你缠绕 现在你肯定不能爬了 爬我一顶 这边都要进去了 不可能 怎么办呢 这棋现在白锡等于是一个 在这个局部是无应手的状态 这个白锡比较难办了 所以它实战的一看 走不好 它也就不走了 走不好的地方先不走 先脱线 但是也没有走出什么东西啊 白锡呢是为了走到中间啊 给自己搞一些呼应 一条这个 想要把这个地方呢 能够走到外围来 但是这也 黑棋走的都特别的稳 把这个吃了 怎么办 这棋 现在黑棋 把自身一捕 这个白的 白的已经很难办了 你现在已经 必须得在这表态了 实战呢 还下的挺 挺积极的 在这走了一段 但黑棋呢也似乎 它都没关系 你断我 我就把这棋挡下来 我们看 把白棋 虽然说活了 黑棋一拐 这白棋虽然说 这个棋 把这逃出去了 嗯 成功的逃离了 可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白棋这一串 到底都走到了什么东西 我们算算它的总账 这有木吗 这没什么木 这刚才你是拆了个二嘛 然后你这也没得到什么实地 这块棋整体 跑出来跑出来 就吃了我一个子 算是你联络了 可是 我们看看黑棋呢 黑棋这个角地 从这个角一直到这个边 刚才你逼住我的这个棋 现在已经被我彻底的吃掉了 那这个收益就不言自明了 黑棋这还守了个脚 中间还打吃了一个 我们可以发现 周围全成了黑棋下的棋了 白棋的子都去哪了呢 效率在哪体现呢 没有 白棋就好像 嗯 当然它里面死掉了 这个 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为了得到外面的这个 它相当于弃子嘛 但是你为了 就是营救你的这个 呼应你的这块大龙啊 不停的在中央行棋的这个效果 什么棋都没有走到 就是木树上来说 完全没有收获 嗯 所以定型成这样子 其实这个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个实地的差距也非常大了 所以后来呢 虽然说白棋也是努力的拼搏 但这个棋呢 呃 其实也是精华以尽 就是 黑棋的精彩的地方 或一举或胜的地方 也是在下面这一带 那么好 这番棋呢就给您接到到这里 这番棋要为您带来的是 党一飞来挑战 马斯特的一局 党一飞呢 是白棋 布局啊这个 马斯特就下的非常的布局一个 除了它走这个 这个是它 也是钟爱的一个下法 这个呢 呃 应该说也 不算是很特别 然后我们来看 嗯 逼了一个 对方盯一个呢 看起来也差不多 接下来下一手棋 尖冲 又是它惯用的一招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对它这个习惯呢 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啊 那所以这个时候 白棋不去硬它 白棋呢 把它吃掉 那把它吃掉之后 然后黑棋下一手在哪呢 黑棋走这个 哎 你来吃我呢 我 借用一下 借用完了 借用完之后呢 再借用一下 好 这几手棋可以说 呃 给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感觉这个 感觉这个master的棋都在飞 这个棋真的是 走到这儿又是一个考验 如果你要实地的话 可能应该顶一下 再顶住 但是 现在这个外围很关键啊 外面的实力 所以白棋都这个了 那么就给黑棋留下了一个 将来如果收关子的话 加一个就会很舒服的 这么一个定型 但走完这个你说它会再硬吗 它就不硬了 这棋 嗯 这个可能是我觉得 呃 这个人类棋手没有想到的 以为他靠完之后可能会继续印一个 啊 然后这棋呃 形成一个 像是一个联络之士 当然也不知道这个黑棋的意图是什么 他就不走了 不走呢 好像从事后看呢 反而便宜了 这个也是 也就只有 我觉得只有AI可以这样下 我们人如果这样下 这个思路确实有点跟不上啊 走完这个之后 连片啊 在这里 可以说虚晃了无数枪啊 挂了一下之后 又回到了这个连片 形成了一个模样 尖 嗯 白棋的想的是如果你尝起来 我们看 我可以走 这样子 这样子呢 相当于 我的棋型已经安定了 可是你的呢 还没有 那么 我有根据地 你没有根据地 这个我肯定是我抢你弱 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但实战呢 他没有走这走 这个可能被打入 他实战的是走在这 呃 想的也不错 形成了AB 两个好点 哪两个好点 一个飞角 一个夹击对吧 你现在也可以拆 可以有根据地 那我飞 你就尖不到我了 大家注意 如果这个时候把黑棋尖 白棋是不会长的呀 你长呢 他一走 这个双方一样了 他是不长的 他是直接来走这边的 实战我们看 嗯 白棋现在1B啊 走的也比较明快 这个白方 接下来呢 其实这个局面 黑棋是不活 但是黑棋这个棋 头因为在外面 他局部呢 不活也 关系不是特别大 他虎这个 这招很大 涉及到这边的形式 这边的形式 如果你还不再进来的话 这慢慢被他一手一手的 围住的话 这个 呃 有可能以后你再进来 他就要吃你了 现在你进去呢 他也就是攻击你 这个是个本质的区别 白棋继续 想装攻击一下黑方 其实白棋的这个自身也挺薄的 比如说有一些弱点 但是呢 黑棋现在也顾不上啊 现在先跳出来自己 这地方有点味道 但是他现在 因为自身也不厚嘛 所以黑棋也就 暂时不需要补 白棋进来 其实我觉得 Master的攻击啊 是值得一看的 进攻的方式 嗯 他没有说任何时候都是要把你 一下子就要给你攻的很惨 都是慢慢的在渗透 但是每手机他都有价值 这个是最关键的 我们在攻击的时候 有的时候 因为可能某些时候会盲目 就会变成你自己走的 其实都没有价值 可是你还在一直攻他 你觉得你自己攻的挺有效果的 可是当对方活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一看 什么都没有 嗯 这个是最关键的 就是攻击一定要讲究效率 我有效率的攻击和没有效率 完全盲目攻击 这个差太多了 跳 这个棋呢 白棋也是没有 就是白棋跳 这个黑棋也是没有硬他 理论上这应该硬一个 这个脚上还是比较薄弱的地方 这个怎么着呢 比如说并一个 感觉上应该要补 这地方有棋啊 实际上他没有硬 又去把这个抢了一步啊 牢牢的把这个吃住 我们看现在这个连脚带边 这一块黑棋的阵势 确实是非常的大 白棋接下来呢 又飞出 处理一下自己 其实现在我们来看看 刚才这个黑棋走的这些棋呢 应该说都不坏 因为他现在基本上都有用啊 这些棋呼应着自己 都产生了一些帮助 所以 可能在慢慢的这个 未来的过程当中啊 也许大家会发现 那更多的棋 可能在步一阶段的时候 都愿意走到外边 因为外边将来 对于未来的这个战斗啊 可能会产生作用 可能会有帮助 你比如说现在 如果已经成这样子 你再去调 再去靠这个 那远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了啊 对方的应对一定是产生变化的 从现在这样子 黑棋发力了 这主要原因呢 是这儿已经有一个子了 发力 这个地方下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黑棋呢 把这个地方呢 就是吃下这个子 它其实目的很简单 就是把自己走后嘛 这个棋如果薄的话 它在这一带 比如说它想用墙 它也用不了墙 它就把自己走后 走后的价值是 目前看不到 但是未来会源源不断的 会产生能量的 那黑棋走后了 那自然的 这棋背一冲下来 你可能想当然的觉得 那就是转换了呗 这棋 你走到了后 你那两个子 还不就留下来了吗 但是也没那么简单 它有一段 这地方 白棋的棋型也很糟糕 嗯 因为这个棋型不好 也是要交点学费 现在这个棋背一段 我们发现 你现在不能随便印啊 这边一打就要出事 你也不能印这边 印这边背一长 这也 就都七零八落了 所以打一下必须的 打一下之后呢 再打吃这个 嗯 这就很简单 你现在不能吃这个 吃这个我随便立下来 你这地方 这两 这三个子 齐筋你是吃不掉我的 所以黑棋半 如果你挡住我一打吃 瞄着就是下一步 搬这个的时候呢 搬这个的时候呢 它就沾上了 没办法 黑棋呢 又顺势尝一个 好 尝这个其实也是有价值的 尝完之后 这皮方这个 断出来以后就 就这个变得有力的多 如果你没有直接断打的话 就会差一些意思 嗯 做完这些了 再做这个 这个棋 一点三三 这地方脚上已经活了 断 这相当于黑棋呢 就转身离开了 黑的花了一手棋 活到了脚上 啊 但是这个中央走厚了 这是特别关键 上面呢 留下了一个断头 白棋呢 把这个地方吃了 呃 木树上呢 可能 差不了太多 但是厚薄整个黑棋 是全部变厚了 因为你这还欠了一步 嗯 将来还是要 呃 有所顾忌的 但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重点在这里 刚才我们说 你这个地方应该补 肯定应该补啊 我们想一下 如果就三手棋 这就全部都成实控的话 那这个效率也太高了 这个 我们下棋当中说三手棋 基本上就是守15木棋 稍微多一点是七木棋 差不多的一个效率 你这四三手棋 数了 这可能 20木都有了 如果没有 没 就算都算你的木的话 所以一定要进去 进去之后呢 下的也很顽强 啊 这个黑方 贴住的时候它就退 它这个局部呢 形成了一个打结 这个结呢 是一个很有趣的结 就是它对于黑方来说 不是那种就是一下子我就死掉的结 我们看啊 这是个结 没错 这个结呢 轻易的黑棋也不愿意死 但是黑棋呢 是它好在呢 比如说打起结来 我还是可以 找结提 就是你如果提过来 我还是可以提回去的 一手你是消不尽的 这么一个结 嗯 那我们看一下啊 它走走走 打持提掉 提成正在这个样子之后 黑方夹 哎呀 这个就很讨厌了 刚才我们就说 这之前靠完之后 就产生了这个夹 现在它又来夹了 夹完之后呢 往前一尝 刚才我们还说白棋 这都是实控的 这研究 都被黑棋给破了 当然白棋呢 是获得在这地方 可以继续提结 但是黑棋的结好像也不少 嗯 看一下 它是找了哪个结呢 黑棋提 94 接下来 看一下全局有什么地方 可以找结 它实战挡了一个 好像是要放弃这个结的意思啊 如果你现在提结呢 等于是你花了一手棋 铺 一手棋提 再一手棋提 三手棋呢把这个脚吃了 它已经得到了这个长出呢 它觉得可能也能接受了 这个 可能不是我们 呃 那么好去理解 那么好去理解 但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棋看的再 简单一点就是 我这里损失的时空 我在这个和这个都补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这就是它的一个目的 当然 他现在提这个结 这个结它还继续啊 走到这 白旗刚才打这个呢 是创造了这个拖的结材 这种打结 好像人在它面前就显得 因为你的那个判断不是那么的精确 但是它的判断一定是 一分一毫都不会差 现在这样了之后 白旗提结 白旗没有提 白旗现在走成这样了之后 嗯 继续立下来 觉得这个也大 但是这样子来看的话 有必要把这一串都走掉吗 奇怪 继续提 哦 它先印了一个 细飞 把自己走后 双方在这个地方好像 把这个结变得有点可有可无的样子了 就是 你如果 现在黑旗在中央刑棋嘛 你如果削结呢 它也就给你削 我目的就是在外面走两手就够了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实战呢 白旗是走到这个 但我觉得白旗还是不应该放弃这个结症 实战的白旗有点太过于消极了 黑旗下的已经很缓慢了 这旗应该跟它继续拼 拼搏精神 实战的白旗没有 白旗实战呢 是补了一个这个 当然这是欠一手旗 这个要承认 这是差一手 可是你现在补这个 对方提 他就走了一个这个 这个 相当于这个结被黑旗就这么被提掉了 黑旗把这个提掉了之后啊 我们发现白旗在这一串结症当中 获得了什么收益呢 获得了这个收益 但这个收益太有限了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之前还立过一下 白旗走后自己之前立过一下 这个收益实在是太有限了 感觉上这手旗完全不能和这个下边的价值相提并论 这个下边应该说 白旗就是不走 黑旗花一手旗也走不成现在这么好 实战的效果就是黑旗花了一手旗 但是呢 其实这个地方提掉的效果挺不错的 木属吃的很多 而且更关键的一点是 现在这个局面下 白旗根本就没有能够跟黑旗拼胜负的地方了 所以这应该是白旗一个判断失误所导致的 可能他觉得 对方要放弃这个结了 他一看好像觉得这个结也不是很大 他也觉得放弃吧 结果只找了这个结材 这个结材很显然 我们也看得出来太小了 所以最后也是中盘就高负了 这盘旗就给您加到这里